开学第一天 玩个小游戏 就把学生们的手机 骗得苦茶子都不舍 甚至还大大咧咧地 让学生带自己上分 还当着直播间 网友刷起了擦边视频 只因我参加了一档 寻找全国最美人丁 大型直播节目 结果硬是把比赛 变成了真人性 同学们 我叫江峰 以后 我就是咱们高三一般的 语文老师了 你们叫我江老师就行 在语文方面 有什么不会的地方 都可以问我 随后江峰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 写下了两个大字江峰 又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同学们 开学的第一堂课 咱们不讲课 先玩的游戏好不好 好耶 我最爱玩游戏了 一个小胖子 听到不讲课 高兴地欢呼了一声 有了第一个领头羊带头 瞬间 其他学生 也都纷纷欢呼了起来 安静安静 游戏很简单 一会儿我说条件 你们符合条件的人 就站起来一次 就这么简单 全座队的人有奖励 今天不布置作业 怎么样 可以 太可以了 带了带了 江老师太帅了吧 江老师搭三人 与此同时 直播细细寥寥寥的 千余位观众 开始发起了弹幕 卧槽 六号这位老师帅的啊 这不是偷偷的足球的 逛了十几个直播间了 就这个老师最帅 我当年要是 有这个老师给我讲课 我至于竟然想开发绝技吗 我了一个兜 这老师还这么年轻 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 不一般啊 看学第一节不讲课 太真实了 画面感已经上来了 安静安静 准备好了 我就开始了 三 二 一 女生站 话音当落 班上的女生 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好 都没做错 我们继续 女生站 女生站完男生站 有了前面的经验 班上的男生们 也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一个个的 为了能够不写作业 全都屏息名神 很好 看来大家都不想写作业 男生站 男生站完课代表站 接下来是 课代表站 课代表站完戴眼镜的站 戴眼镜的站 戴眼镜的站完 戴手机的站 戴手机三个字 话音刚落的瞬间 班上大部分学生 全都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好好好 戴手机不上教室吧 没收没收 班上其余人 爆发出来一阵惨绝人寰的狂笑声 笑容这东西很邪门 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此举过后 直播间观众顿时都落风了 人数也从千余人增加到了两千人 太踏马会完了 这哪是老十啊 这是老六 帮不足咯 学生和你行列行 你和学生为老秦 大上午的直肩笑出出叫声 这戒零零后老师是真的不当人啊 前面那个你不是说 想让这个老师给你讲课呢吗 以后都长点防范意识 下次别这么容易就被骗出来了 下课了再给你们啊 江峰把一麻袋手机放回到了讲桌上 自己也做了下来 你们这不太行啊 当年老师我可比你们机灵多了 就连年纪长都从我身上搜不出来手机 江老师能教教我们 你当年是怎么藏手机的吗 江老师不会是在吹牛吧 你教我们两招就相信你 对啊对啊 江老师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吧 嗨 主要是那时候家里穷 我压根买不起手机 他们能搜出来就怪了 哈哈哈哈 我竟无言以对 一顿骚操作下来 六号直播间 现在已经有了四千多人在线观看 排行在五十多名 哈哈这个老师太会玩了 笑死我了 断得真是张口就来啊 甭不住了 这货不适合当老师 适合去说相声 真会玩 想起来我当年的语文老师也是这样 上课一直给我们讲段子 当年藏手机 我都是藏在暗地那里的 一次都没被发现过 厉害吧 那你估计是妹子 男生这么藏手机容易调不说 海格纳傻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由于是新学期第一节课 按照惯例 老师几乎都是和学生谈天说地 扯东扯西 相互了解一下 江峰也不例外 一点都没有讲课的想法 干脆坐在了讲桌前 跟学生开始扯皮 我自己介绍完了 现在该大家说说你们自己了 平时都有什么爱好没有 我爱打乒乓球 我爱打篮球 我会唱跳歌吧 但就是不会打篮球 我爱学习 我爱打王者 咱们班上还有喜欢打王者的吗 我我我 我公本打野贼强 我追强王者 我国父杨阳 请求出战 一聊到游戏 不少人都亢奋起来 当然 也有几个别前面带手机 被江峰抓住后 长了防范意识 生怕这老六又坑他们 干脆选择漠不作声 直播间看到这一幕 顿时笑骂 这些袜子 怎死不脏即兴啊 我感觉他们有要被撇了 这老师明明帅的一批 却没想到这么老六 已经开始笑了 哈哈 赶零零后 老师死散是有一手的 坏了 一节课坑他们两次 这老师真的不当人啊 江峰忽然露出了一副 诡计得逞式的笑 把手往裤都摸去 针时让那些亢奋的学生 意识到不对劲 开始不寒而栗 我记一下 晚上有空了 带我上分 薄金一声钻石的晋级赛 都不许坑啊 真的假的 老师你不会又再骗我们吧 就是啊老师 我们可被你坑怕了 真的假的 比李唐丁真斗真 我晋级赛卡了五天 真服了那帮坑壁队友 上不去 根本上不去 说得情真意切 让讲台下的一众学生 都哈哈大笑起来 老师你也不行啊 薄金牌微塞 不是摇扫就行吗 放心 包在我身上 今晚就带你嘎嘎上星星 行 都这么自信是吧 谁坑了明天语文作业加倍啊 一片嘻嘻哈哈中 三十多分钟的时间 很快过去 眼看着快要下课了 江峰把奖牌上的手机 又发给了那些学生 听好了 我的规矩是 课堂上不准买手机 下次被发现 那就是真的没收 找你们班主任要去 今天没什么实质性的作业 大家课下把第一课 沁元春长沙 好好预习一下 明天要讲的 能背的也尽量背 这是背诵片幕 江峰刚回到办公室 就一屁股躺在椅子上 打开了抖音 看起了擦边视频 看了长寿 取了短寿 只有收藏慢慢享受 这种好东西 只可一会 不可言传 与此同时 云汉省的各大高中内 其余被选拔的参赛老师 也都在有条不紊的 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讲课 而其中人气最高的 当属华阳高中的 18号的数学美女老师沈田 凭借着那三六弟的傲人身材 仅仅开播第一节课 直播间 人气就飙升到了五万以上 卧槽 好 好的 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 好白的黑板 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好大的粉碧 哎 好远的讲台 我双手打字 已是清白 画面一转 办公室里 只有三个老师 正在空闲中 其中两个 都是大概二十三四岁的 年轻漂亮的女老师 都在给学生贝壳 剩下的一个 就是江峰 躺在椅子上 刷着擦边视频 这货是人的灰白啊 笑死 面前就有两位女老师 这货居然头都不抬 你们就没发现 江老师斜对面的 那个女老师 都已经暗暗看 江老师是几眼了吗 别闹 人生谁大错觉此意 他需要哦 江老师 小假说 三班的体育老师 生病来不了 需要你去带一节课 体育老师 不应该是 临近期中和期末的时候 才会集体被迫生病的嘛 怎么现在才开学第一天 就已经开始生病了 压榨得这么厉害 好远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我亲爱的体育课 哇 冲冲冲 今天我给你们表演 一个篮球王子 得了吧 你打篮球 箱子也可开 同学们 你们想我了吗 哈哈哈哈 太真实了 这一个个猛鼻的脸 跟没睡醒一样 笑死 我刚刚听到 他们喊着 下节体育课 哈哈哈哈 生 当年我淋过的雨 总算让这批祖国的花朵们 也感受感受了 小龙不会少死 谁再追一道 我得练上咯 哈哈 江老师 你走错教室了吧 下节体育课 什么体育课 咱们学校哪有体育老师 瞬间 班里所有人都跟实话了一眼 双眼无神 什么垃圾学校 装都不装了 这才开学地贴呢 太狗了吧 爸 我要退学 看到这一幕的直播间 两万多观众直接笑怕了 哈哈 我新来的不懂规矩 是走程序还是直接笑 哈哈 笑死劳尊了 这不就是当年的我们吗 亏嘴是雪森 还一抠一抠 长老死找的琴琴 雪森把你踩都裂 你把雪森踩够裂 甭不住了 太尼玛真实了 我们当年体育老师 一年生病九个月 乐风了 刚上大夜 就爱看这种乐子 多来点 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课 四十分钟 转眼就要过去了 此时已经来到了十一点五十九分 马上下课到午饭时间 江峰笑着拿起教材 准备跑路 同学们 这节课的作业 是把这首词抄一遍 下节课准备开始默写啊 江老师 你上节课不是说没作业的吗 江老师 你可不能反悔啊 说好了没作业的 是啊 我们可是祖国的花朵 不能太劳累了 上节课说 没作业是上节课的 关我这节课什么事 华操 华操 你跟我同心 你玩不起 你小垃圾 你这本有实力啊 你 下课 快咯 贼老师抛斯堂 跟学生唱飞去咯 下课是真的准时 很很羡慕了 这老师我喜欢 太有个性了 而其中人气最高的 当属华阳高中的 十八号的数学美女老师沈田 凭借着那三六地的傲人身材 仅仅开播第一节课 直播间 人气就飙升到了五万亿 这老师简直大的过分 难怪现在 人气保持着断层第一 确实有东西 难不成现在网友都爱看这个 要不自己明天上课的时候 也买一对假的带上 江老师 食堂里没什么位置了 我能和你拼个捉吗 现在食堂什么叫没位置啊 这么大个食堂 连一半都没坐满 这个女老师明显 对咱们江老师有意思啊 上午在办公室 他就偷摸看江老师好几眼了 当然可以 那就谢谢江老师了 江老师 你今天讲课讲得怎么样啊 学生调皮嘛 学生啊 还好 学生都挺认真的 嗨 我班上的学生太调皮了 管都管不过来 这当个班主任 是真的不好受的 是啊 班主任的工作量大 确实不好受 江老师 你们班上课时 学生那么乖 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 能不能教教我 他能有什么诀窍 第一节课 就把学生的手机 都骗了出来算吗 还有就是上课踩着点镜 下课临刚想就没人 这种算诀窍 那不扯淡吗 嗨 学生调不调皮 这个主要跟学生性格有关 跟咱们老师关系不大 哪有什么诀窍 文言 沉眉不禁一门 不禁低下了头 江老师真的好温柔啊 怕他觉得学生不乖 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自责 所以才这么说的吧 江老师 歇 婆 江老师路走着咯啊 人家曾老师都打赛的怎么明显咯 都不会说懂的吗 别瞎猜 也许是江老师有女朋友呢 这还在直播 要是被带到了 可就坏了 懂吗 你们还没看出来吗 江老师的女朋友就是我啊 尿黄的咸来 尿结石的往后烧烧 别一下砸死了 那尿不尽的呢 江总回到办公室 准备收拾回家 而此时的陈梅 白只两位语文老师都在 江老师晚上方便一起出去吃个饭吗 今晚我和朋友订了海绵捞的包间 可惜他不来了 要不你陪我去吃吧 江老师 这周末有个最新上映的电影 朋友送了我两张电影票 有空一起去看看吗 江峰忍不住一阵头皮发麻 自己是长得帅了 只要审美正常的女性应该都拒绝不了 但是你们这聊的也太勉强了吧 这才正是上班第一天了 以后还得聊 不好意思啊 两位老师 我和我的学生还约着晚上一起补习知识点 下次吧 大好的上分机会 怎能错过 哪有躺在家里上分箱啊 令 他到底是怎么把持得住的 就这两个美女老师 谁能忍得住 我差点就信了 不惜直识点 不惜怎么上班吧 国际一生钻石晋级赛 白天那几个段位高的 搞快点上个同段位小号 作业没写完的 不准上 别让我带到了 今天只能玩一个小时 任务艰巨 起码得上三颗星啊 还有那个巅峰982分的 给我插出去 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啥水平 老师我来 拉我拉我 我也上 我国府水平 带我一个 我辅助贼强 随即江峰挑选了四个同学组队 对局就这样开始了 江老师 你也太坑了吧 谁家好人0-11啊 根本带不赢啊 我一个荣耀王者 都能在博金局翻车 都怪对面有梦味 太不要脸了 虚然偷家 我就不信了 肯定是匹配机制的问题 再来一把 一把游戏下来 几个学生心态相当炸裂 纷纷要求再来一把 江老师你好有毒 还到底人为啥都这么忙 有毒啊 江老师你是手 还没我辅助输出高 我一个荣耀王者 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水平了 看到这一幕 直播间的网友 瞬间笑疯了 真的绷不住 果然上帝是公平的 给了江老师一张帅脸 也给了这么菜的游戏天赋 我知道了 这是故意坑的 因为学生说 晋级赛没打赢 就抄所有必备篇幕 难不成他真的是个天才 以我多年的游戏经验来判断 应该不是 从各个方面来看 他真的就是那种人 猜瘾大的猜鸟 都对了 还是个老年人手足 别的不说 最棒的这个网子猜了 除了要操 所有必备篇幕 高于可本上 必备的可不骚啊 好在第三把打得相当顺利 前期就是大顺风碾压的局面 组队的五人 也开始嘻嘻哈哈起来 九州 九州啊 我单手都掉的 我去 江老师这么猜 都拿到人头了 牛啊 马小豪是吧 明天语文作业加倍 江老师你认错了 我不是马小豪 我是徐飞 你徐你 大妈 你谁啊 没礼貌 我是宿主的专属系统 代号952G 作为穿越者 这玩意儿果然都是标配 江峰脸上 渐渐露出一模笑容 好家伙 系统终于来了 不过现在直播间 人气也不低 等我研究研究 有啥功能吧 江峰一边往办公室走 一边开始琢磨他的系统 这是个非常常规的系统 就是普通的 积累人气质抽奖 购买技能 或者用人气质 一点十分兑换 而然变 也就是说 宿主现在可是越收入 三十个打不溜的 高收入人群了 我以后可就跟着您混了 江峰刚推开办公室的人 就看到有一个 大概四五岁的小公养 正坐在他的座位上 过来过来 江老师回来了 可可起来 给江老师让下位置 江峰早就听说 李秀华老师有个能力 这应该就是了 于是白白说 不碍事 不碍事 哥哥不累 贼机转身 坐到了一旁 关职老师的座位上 他两节客连排 这会儿应该不会回来 江哥哥你坐 可可不坐了 可可真乖 可可坐吧 哥哥坐这边就行 江老师 能请你帮我个忙吗 我等一下要去开个会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中午的时候 能不能麻烦你带可可 在食堂吃个饭 原本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没想到 只是照看一下午饭 江峰笑着 就答应下来 李秀华交代完之后就走了 办公室里 再次只剩下了江峰一个老师 而这小姑娘 也在自顾自得 江峰索性就开了本游戏 江老师 看我新买的手链好看吗 好看好看 江老师 你看我的新发型怎么样 漂亮漂亮 比昨天好看多了 可我昨天也是这个发型 好看也好看 单杀单杀 弄逼 两个美女老师 在她面前打扇 她脸头都不抬一下的 真是抱歉天悟啊 这么好的机会 你自己不要可以留给兄弟们啊 刚刚那步不该交闪的 四个人包过来 交了闪也是闪现千坟 还有上锅 那个大招要是标准一点 直接团灭一波了都 六 到了饭点 江峰打上一大一小两份饭菜 找个桌子坐了下来 给小姑娘专门拿个勺子 安排妥当之后 自己也做下开饭 江老师 哇 这个小孩好可爱 是你的孩子吗 我去 没想到江老师年纪轻轻的 连孩子都有了 来 哥哥给你个糖吃 以后让你爸爸不要罚我好不好 放吹 这是办公室李老师的孩子 他中午没空 我就带他来吃顿饭 哥哥们好 谁要是乱说 语文课本抄一遍啊 呃 江老师再见 转头间 江峰忽然看到 食堂靠近自己这边最墙角的位置 有个似乎是他们班上的女生 一个人坐在角落边上吃饭 说完 江峰顺手直接掐断了 挂在胸口的微型摄像头的直播 拿上桌上的饭卡起了身 直播间里 网友们津津有味地听着江峰和学生们的调侃 一个个落边都不容易 下一秒 画面就直接黑屏 顿时猛圈 大呼退钱 卧桃 画面呢 怎么没画面了 节目组搞毛线啊 节目组干什么吃的 画面怎么没了 退钱 我还打赏了十块的礼物啊 这是在搞毛线啊 忽然就黑屏了 然后就看到 一张无比帅气的脸 罗三 你是不是有点多于自信咯 垃圾节目组啊 才二十多万在线人气 就成不住了 我怎么感觉是江老师自己关的直播 你们分析分析黑屏前他说的话 小姨同学今天的作业写得挺好 上课也非常认真 江老师好 谢谢江老师 本来和办公室里其他老师约好了一起吃的 结果他临时有事来不了 这份饭你帮我解决一下吧 这 江峰记得这学生好像是班上的特困生 平时吃的也是相当节目 摊盘里是从石头打来的米 只有一个素材 真的 老师可没骗你 我要是骗你了 咱们班上同学这辈子都找不着对象 怎么莫名有种被人阻诺的感觉 吃吧 你要是不解决了 等下这份饭也要浪费掉 还有这张饭卡老师也用不到 要不留给你吧 不 江老师 这个我不能收 你放心 这饭卡里的钱也不是江老师出 学校每个月都在里面发八百块 我平常也很少在学校吃饭 不用也是浪费掉了 尽管这么说了 叶小姨还是摇头不敢接受 真的 老师难方人 这边的菜老师吃不太习惯 一个月都不在学校吃几顿 我之前上班值得 学校还扣我工资 我却花不完他们的钱 这不是费大了吧 老师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拿着这张卡 把学校扣老师的钱狠狠花回来 行了 老师还有事要去办 这边就交给你了呀 记得狠狠帮老师出气 谢 谢谢江老师 饭卡的事 他是一点都不心疼的 学校一个月才给饭卡里面 打八百块的补贴 而他现在靠着系统 不到两天时间 就能赚两万多 自己的随手之举 帮了一个贫困生 解决吃饭问题 血赚好吧 江峰啊 江峰 你真他妈是个大好人 爷爷 您是该给您来对话了 教导主任打来的 这后上次还让我占了 三班的体育课 被迫迎夜一节课 现在打来电话 肯定没别什么好评 喂 是徐主任啊 江老师 没打扰你吃饭吧 没有没有 徐主任有什么事您请说 是这样的江老师 教三班体育课的 湛老师今天没课 所以一大早去 市里办市去了 短时间回不来 下午的体育课 你给三班学生交一下吧 臭屠驴 就知道没憋什么好屁 大下午的 去给学生上体育课 那不是要命吗 之前又是那个 老六的课 手机子里拆好了 嗯 我就说吧 下午这个点 不适合上语文课 上次占了你们一节体育课 所以这节语文课 给大家上体育 呜呜 江老师 牛拨一 江老师我爱你 体育课体育课体育课 人都到齐了吧 一会 大家围着操场跑一圈 就开始自由活动 好业好业 江老师 呜呜呜呜 不可以跑回教室 另外来几个长得帅的男生 跟我去拿器材 帅哥 那必须有我啊 我公认班草 他们都好有一种乌烟组 江老师 我们跑完步了 好 你们解散自由活动吧 下课记得战队集合啊 浙江老师又在摸鱼 还以为他会在体育课 上路俩手呢 看他这水脸 他不会再耍跳舞的妹妹吧 大包 快给他去 给他去 卧槽 太真实了 这才是男人爱看的东西 奥德彪辣香蕉 我一天不看心里痒痒 还是男人追动男人 跳舞妹妹 只是一时的快乐 男生见书呆 还得是这个 不愧是00后老师 主打的就是一个墨鱼和真实 上班发的工资是我应得的 墨鱼挣的钱才是自己赚的 笑容找来了 好啊你们 都开始忽悠老师了 江老师 你在这偷偷摸鱼 不怕被扣工资吗 什么摸鱼 我这叫给同学们提前备课 江老师 我们都看见了 你在看奥德彪拉香蕉 学校要求体育老师 要全程监督学生上课 您现在这样算不算不负责任了 好啊 那我好好履行职责 你们仨去操场上考三圈 回来之后养我起座100个 我亲自监督你们 怎么样 够不够负责 下课了 江老师 嗯刚下课 关老师下午没课吗 下午没有课 怎么 江老师 你要约我一起看电影吗 这怎么还没死心呢 江老师 一起一起 江老师 我们看好你 怎么哪里都有你们 抱歉啊 我今晚还要监督学生上班自习呢 抽不开身 那这周末呢 我一个朋友 周末要去吃来华士 到时候 我得陪他去医院看看肠胃 我 江老师简直是钢铁之男 不会是对女的没兴趣吧 我吵 那男同胞们要服了 江老师等我 我这就来 回我还吵得将官党一整天 江老师 你也太让人伤心了 今天不跟我去 明证局领歌证就不准走 那皇帝快过来 赶紧把楼上吃信 把白天的都开始说闷话了 大哥 你咋不去 我躺了兵 怕他抢到天头 晚自习 大家自觉一点哈 我就不寻查你们了 都好好写作业 别玩手机 别搞小动作 别焦头接耳 一坐到教室 一个个都跨着脸 给他们放点音乐吧 这自习课上的死气沉沉的 要不我放点舒缓的纯音乐 给大家听听吧 哎 怎么还要收费了 谁有帅狗音乐会员 上来扫一下 老师我有我有 老师 我刚开的会员 用我的 好好好 还带手机是吧 没收没收 太老六了吧 哈哈哈哈 这一个班里 一千多个心眼 江老师一个人 就占了九百多个 我这屏幕都能感受到 那几个学生们的绝望 老江套路森 我要回农村 原谅我不厚道地笑了 江老师这招真的牛皮 太快乐了 现在上了大学 就爱看这些 江老师请加大力度 好好 还带手机是吧 没收没收 停电了 停电了 老师老师 停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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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天有眼吧 别嚷嚷别嚷嚷 老师看到了 你们现在原地做好 别乱动 别发生惨怕事故了 江峰内心顿时窃喜 停电了好啊 正好不用继续上自习 自己也能回家摸鱼去 提米 起到 大家也看到了 现在停电了 根本上不成自习 要不这样吧 今晚提前下课 大家都早点回去 江老师万岁 江老师牛薄衣 江老师 你是我低神 江峰回家摸鱼心气 催促道 快快快 都赶紧走 等下来电了就不好了 诶 这么早就放学了 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啊 谁说不是呢 还是放学好啊 你个狗 你什么跟狗样 刚才那个说话的是 高一三班马小豪 放学气的K他 卧槽 江老师你跟老六 我不是马小豪 我是徐飞 马小豪你给老子滚啊 我放水 正在被攻击 你才分睡 这屁气 曹 又输了 四个混子 我国服貂蝉 都带不赢你们 不打了 不打了 晚上好 这里是寻找全国最美元丁直播现场 截止到现在为止 人气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来自淮阳高中的数学老师沈田 和云海一中的语文老师江峰 以及来自十三中的乔治老师 感兴趣的网友请持续关注我们 明天精彩继续 一大早就来补教 昨晚又熬到几点啊 别提啊 昨晚又被老江看了几个心 不跟教教也继续 六 我也迷一会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你嘛 差点给老子消失 这老师是整的三十六几万的嘎嘎流啊 太损了 江老师你这样会失去可爱的学生们的 正常老师我看了九年 看的头多大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好玩的老师 你们非说他责 江老师损不损我能不知道吗 谁还不想看的好玩的课堂分别了 江老师一定又是没收对不对 知道还不赶紧拿过来 这日子啊 啥时候是个头啊 同学们 大家要长点记性啊 你们的手机怎么还是这么轻易 就被骗出来了呢 语文课代表啊 下课了 你来我办公室拿个本子 专门记一下 这学期谁被我忽悠出来 手机的次数最多 到时候被骗得最多的五个人 期末请把你同学吃饭啊 好嘞 好业 我双手双脚同意 就你话多 我反对 我抗议 抗议无效 接下来翻开第十八页 上节课我们讲到 下午没有课 所以时间过得相当快 可惜晚间 还有隔壁四班的语文晚自习 晚上六点四十分 距离七点上课 还有足足二十分钟的摸语时间 江峰就十分不情愿地 从办公室走了 不为别的 就因为办公室里的陈梅 和官职两位老师 又在办公室里 因为自己争装吃错 江老师说我有品味 江老师说我亲自好 江老师明明说的是我 是我 是我 对了 我是有系统的 那个大妈说 人气可以一笔十换算成米 不知道现在多少人气了 大妈 大妈 没礼貌 本系统正清纯 找本系统有什么事啊 帮我查询一下 我现在的人气有多少了 查询到宿主 当前人气为四千六 按照一笔十换算的话 可以换算成四万六千米 请问宿主需要对话吗 四万六 先兑换三万吧 一万打给以前 一直照顾自己的姑姑 剩下两万可以用来 住手 住手 不要再打 不要再打 住手 江峰正思考着呢 忽然就听到 前面一片熙熙攘攘的动静 声音的源头 不在别的地方 恰好就在四班的门前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让你见识一下 我杀包大的拳头 你个非主流 什么当次和我一个发色 发生什么事了 江老师 您快管管他们吧 要是闹大了 让学校领导知道 他们可能就要挨处分了 这女生江峰记得 是四班的班长 赵晴晴 其实不用她说 江峰也不会坐视不管 哥们可是高尚的人人教师啊 怎么能放任学生打架 这种事情存在 好了好了 同学们别为在这里了 抓紧回班级 准备上晚自习吧 这位同学的表情 再凶狠一点 气势上不能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还有这边 手上要用力点 中午没吃饭吗 再用点进 不仅是现场的 围观学生的猛逼 直播间的观众们 此时比那些学生更加猛逼 六太乐了 这货真的会搞心态 我他妈看的两眼一还 直接就绷不住了 这又是什么操作 看不懂 根本看不懂 应该是想让那两个男生 自己感觉到尴尬 然后主动放手吧 不过 这样真的能行吗 继续继续 还没分出胜负呢 别停了 刚刚正到精彩的地方了 哪有这样的老师 学生打架 他观战 还拍视频 包哟 我帅气的脸 你们先回班级 一会再找你们 老师 这算什么劝架方式 这你就不懂了 劝架方式有很多种 我这种是比较新的 可惜了 再拍一分钟 就能拿来剪视频了 早知道早点过来 多拍两段了 剪个接话发的视频 发平台上 肯定能活的 不 我一时间都没搞明白 他到底是想劝架 还是想剪四瓶早乐子 那一声无比真实的叹气 我看不像是假的 也管过程如何 你就说结果对不对吧 赵班长啊 江老师给你个任务 下次再有班里人打架 你就用我这招 拿起手机 拍他们来劝架 可以不 当然可以啊 嗯 江 江老师 你不会是打算 用这种方法 忽悠我的手机吧 瞧你这说的 老师哪有那么多坏心思 虽然和江峰接触不多 但江峰的老六世纪 可是在整个年级 传得沸沸扬扬 学生们还私底下 给江峰取了个手机 狂魔的外号 宋航和刘晓天同学 打架的事 估计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一点小摩擦 我已经解决好了 记得不用告诉你们 班主任了呀 都听清楚没 听清楚了 知道了 彦祖 俩个男生都十分感激江峰 要是被那个严厉班主任知道了 肯定得通知家长 少不了一顿皮带炒肉丝 这两位同学 不但握手言和了 还说要抱在一起 现场给大家合唱首歌 兄弟抱一下 大家欢迎 哈哈 江老师夺损啊 乐死我了 这招够狠 刚打完架的两人唱 兄弟抱一下 比直接杀了他们还难受 台回完了 真的不当人啊 这俩男生直接死化了 刚才在外面 可没说这回事啊 这不是蠢蠢老六吗 他二人没反应 江峰一脸坏笑地说道 宋航 刘晓天 你们也不想让班里的大家知道 你们因为什么打起来的吧 原来他们打架的原因 仅仅是私底下 在讨论学校里高一的 哪个女生最好看 因为意见不合 争执起来之后就动手了 没办法 链子问题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生 太重要了 江老师 我最近学了个才艺 我来给同学们表演一段 这 这个兄弟抱一下 要不就免了 看他的发型就不一般 我还真挺好奇 试着什么才艺 请开始你的表演 没想到这非主流 还有这才艺 刘晓天同学的 冲浪速度很快嘛 不过兄弟抱一下 还是要唱低 还抽赏 来吧 等等等等 我放个伴奏 兄弟你瘦了 看着疲惫啊 一路风尘盖不住 岁月的脸颊 兄弟你变了 变得沉默了 说说把那些 放在心里的话 哈哈哈哈 两位同学唱得很好嘛 可以直接出道了 以后咱们班上打架的 都要上来抱在一起唱 兄弟抱一下 另外 犯了大错误的 也要上讲台上表演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表演啊 学生们听完 不禁一阵害怕 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惩罚太变态了 哪怕是写检讨当众批评 都比让人在讲台上 面对同班同学 射死来的好啊 今晚不讲课 大家可以自己写作业 不过要先写完语文 才能写其他课的呀 办公室里那几个老师太热情了 害得我晚饭 到现在都还没吃 呃 沉思了一下 江峰直接拿出手机 点开软件 饱了吗 今天还是疯狂星期四 下单下单 一气呵成 老江又要开始不当人了 他不会要在班里吃吧 卧槽 这要是在班里吃 那杀伤力太大了吧 还好我每次看老江直播 都提前点一份杂鸡 外加一关八加一 哎妈 这起李香是真香 起李香 老哥 你胃口真重 能给我留个鸡腿吗 我顺着往线过去吃 你们自己上自习啊 我出去一趟 两分钟就回来 大家自习了半个多小时了 辛苦不辛苦 瞬间 不少学生都开始两眼放光了 这是要犒赏他们的节奏啊 顿时一个鼻个喊的脉力 还真有点累了 不不不 江老师更辛苦 为人民福 大家今天也学了一天 辛苦了 我专门点了个肯德基 吃给大家看 帮助大家缓解一下疲劳啊 吃给大家看 难道不是分给大家吃吗 听听 这老师说的是人话吗 确实是缓解疲劳啊 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气得牙根直痒痒 江峰说完话 在一众学生们羡慕极度恨的目光中 自顾自地坐下 戴上手套 就咔嚓咔嚓地吃了点 那浓郁的炸鸡香味 飘散在班级里 特别是前排的学生 那更是心态炸裂 这是真狠啊 江老师你这找以后 还是中午用吗 因为早晚会挨打 我他妈直接绷不住了 这也太损了 江老师 你真的不怕被学生暴躁吗 笑死了 这学生们一个个都是忧怨的眼神 江老师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根本不会 这伙孙子还一边吃一边笑 杀人还要猪心啊 太可怕了 五十星以上的 赶紧来四个准备上号 记得上个钻石段位 或者以下的号 今晚钻石晋级赛 再冲一波 四班学生 顿时扣起了满屏问号 不是语文讨论群吗 怎么开始上号打游戏了 来了来了 上号上号 我代飞 而江峰则是相当认真的 在群里审核了一遍 找出来几个段位高的 才敢和他们打 不 还专门审核一下 谁段位高 他给学生背科 好像都没这么认真 看得出来 江老师是真的又菜又爱玩 人菜饮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江老师上次射手一杠九 输出百分之七呢 哪里菜了 如此完美的男人 打游戏却这么菜 我不能接受啊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在两个班里 顶尖高手的艰难代飞下 江峰终于如愿以偿的 被从薄金段位 抬到了钻石 而两个班的学生 纷纷都在吐槽 江峰实在太坑了 江老师 要不您还是打几盘人家 先练练走位吧 我头一次见到 射手打团战的 比坦克还靠前的 是啊 我那个还在上二年级的表弟 昨天都升到王者段位了 江老师 你这个射手的输出 乘以二 还没有一个辅助高 您不会心痛吗 对于学生们的吐槽 江峰直接打个哈哈糊弄过去 晚上十点半 看着自己的钻石段位页面 江峰心满意足地放下手机 准备睡觉 校长 这个老灯那么晚打过来 不会又是来使唤人的吧 江老师 恭喜你啊 现在登上了寻找 全国最美园丁的人气第一位置了 就连咱们学校的名气 也跟着被带动起来了 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啊 校长话里行间都充满了喜悦 江峰相当麻木 有种强行怀名义未勤的感受 不过他还是没想到 自己才仅仅花了三天 就直接成了现在的人气第一 不不不 这不光是我的功劳 还多亏了学校的栽培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敷衍就完事了 江老师你放心 学校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这两天就给你涨工资 等明年还能给你转到 班主任的位置上 谢谢校长栽培 昨晚又熬到凌晨 再这样下去 头要凸成老灯那样了 陈老师早啊 江老师早上好 江老师马上过节了 这盒月饼是我送你的 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 他这才想起来 好像这周末就是中秋了 过节和周末赶在一起 相当于少了两天假 而且今年还比较特殊 中秋和教师节正好在同一天 那就谢谢陈老师了 江老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希望江老师千万不要拒绝 也谢谢关老师了 还有我 还有我 高阳 办公室的另外一位男老师 此时正好也没客 江老师 这份是我送你的 一点心意涵 高阳啊 高阳 你来凑什么热闹 江老师在办公室的 这人员也太好了 长得帅都是这烦恼 我也一样 哎 太理解江老师了 老张你怕是今天光喝 就忘了吃花生米 别光喝啊 吃菜 还吃菜 直接给他来点头包 这就是长得帅 所带来的烦恼吗 江老师要是不愿意承受 可以换我来吧 我要去上课了 下课再聊 几位老师再见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怎么的 江峰总感觉 总感觉这群学生 看自己的眼神 有点不对劲 那眼神 一个个的跟踏马 深归怨妇似的 让江峰都感觉有点八出 不就是昨晚打游戏 坑了三把吗 最后不还是都赢了 怎么一个个的怨气这么大呀 怎么一个个都摆着这样的脸啊 难不成你们班主任又脱堂了 江老师偏袒四班 在我们班都教了 好几天了都没唱歌 在四班第一天晚上就给他们唱 就是啊 而且不给我们唱歌就算 还给他们班买了 一千五百多块钱的坎德基 早知道江老师只给四班唱 我们也就不问了 咱们三班的学生 到底是没有四班的姑娘们有趣 才会让江老师心里没有我们 江老师现在连解释都没有了吗 瞧瞧 咱们三班的学生 不过是多说了几句 江老师就这般冷落我们 几张小嘴来回嘟嘟嘟个不停 个个都还是用着灵带雨雨露 酸溜溜的醋意大发 好像有什么大病一样 搞得江峰头都大了 而直播间里 众多观众们还期待着 江峰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骚操作 看到这一幕差点笑怕 一个个的也在弹幕里 用着灵言灵语发烧 江老师啊 这直播是单给我一个人看的 还是姐妹们都有呢 我就知道 这直播大家都看到了之后 才会轮得到我来看 我到底是熬不过这一天了 单单是等江老师开播 就已经过累了 不 你们一个个的笑死我算了 直播也就统一了 真要烧起来 还得看单吗 四班 江峰这才想起来 昨天晚自习在当着四班学生 不当地吃完炸鸡后 又点了一千五百块的啃杯鸡给他们 后面还唱了一首 《晴天》 难怪这群家伙 醋溜溜的 江峰直呼 好家伙 他就给四班唱了首歌 点了个外卖而已 也没说过 只有四班有啊 至于这么粗一大发吗 有有有 到时候你们班也有 下周就不给你们 江老师 口说无凭 你签字画压 我们才信 有这个必要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第一节课的时候就骗了 我们问你 不是说没作业吗 你是这样回答的 那是逗你们玩的 嬉嬉 好啊你们 背诵的时候 一个个的记不住 到了这关头 怎么就记得这么轻 真不巧啊 这马上上课了 现场弄也来不及了 你们说是吧 早知道江老师会这么说 所以签字画压的纸题前 已经准备好了 江老师您按个手印就行 怎么连你演 好家伙 这个班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啊 这个班上的学生 本来不是相当怪的吗 怎么现在一个个成了老六 作为旁白 我不得不说一句 肯定是跟你学的了 以后你可有的瘦了 赶紧把那张卖身旗签了吧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既然按手印也按了 现在开始上课吧 大家把昨天作业的练习册拿出来 摊开放在桌子上 我检查一下 随便检查 先检查我的 老江 这里这里 老江 冲咱两只关系 必须得先检查我的 完全出乎江峰的意料 今天这群学生 听到检查作业 好像没一个害怕的 甚至还相当积极 江峰下去 看了一圈之后 更是相当的震撼 这群人真的全都写了 就连平时比较调皮的马小豪 还有上次作业忘带的陈宇凡 此时都好好地写了作业 江峰都忍不住来了句脏话 What's up 可以啊 作业都写得不错 下次继续保持 要是一直持续到 我给你们唱歌的这段时间 所有人都正常完成作业 到时候 我给你们唱两首歌 点两千块的外卖啊 此话一出 班上瞬间炸开了锅 老江牛逼 你是我低神 江老师威武 这段时间 谁敢不写语文作业 就是全班公敌呀 哈哈 这杀伤力也太大了吧 学生们这辈子 都没这么自愿过 好家伙 冲他们这股剑 怕是连续几天 都不用检查作业了 自信点 就算江老师不检查 学上也会怕 江老师赖账 求着他检查 哈哈哈哈 你是懂江老师的 一句赖账给我笑攀了 太形象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课 同学们 下课时间到了 下课 周末作业是提前预习背诵 主持舞退琴师 抄一遍摸一遍 自己翻译一遍 对于江峰 一下课就溜没影 学生们表示 已经习惯了 刚打开办公室的门 江峰就看到了 教导主任徐坤 此时在他们办公室里 说着什么 而且其他几位老师 此时都在这里听他讲着 顿时心里就升起 一把不祥的预板 妈的 这货过来准没好事 江峰正打算 轻轻地关上门 溜之大吉 直接回家 填自己个保温杯盒包 都不打算带 是江老师啊 你回来的正好 恰好有事要和你们一起商量呢 来来来 既然几位老师都到齐了 那我就直接说了 咱们学校这次打算 趁着中秋节和教师节 同在一天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准备举办一场 老师们的才艺大比拼 每个办公室里 要推举出来 两个老师参加 才艺的题材不限 在周六的下午和晚上 也就是中秋节这天 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 由学校学生和老师们 集体投票决定 最终的胜出城 考虑到江老师 是咱们学校 唯一一个参加 寻找全国最美园丁的参赛老师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 所以学校内定了 江老师必须参加 此时 听着教导主任 徐坤嘟嘟嘟说出来一大串 直播间 观众们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没搞错吧 周六有残艺比拼 你们踏马的中午中午 才开始说 牛逼 学校这艘操作 真逆天啊 起码也应该提前一周决定吧 真的离谱 就给了一天的时间 能准备个锤子 这刚内定了 江老师必须参加 才是最骚的 后面他还说了一大串 各种规则之类的话 江宗都没听得进去 学校这不是扯淡吗 还把他内定了 必须参加 老子的周末假期啊 教师节 中秋节 周末 都三重buff夹在一起了 还踏马让我过来表演才艺 真踏马狗啊 江老师 我也报名参加了 你想好要表演什么才艺了吗 一抬头 调毛教导主任徐坤 已经说完话走了 刚才问他的 是站在斜对面的陈美老师 江老师 我也参加了 要不要一起合作登台表演 不是说好的一个办公室 只推举出来两个人吗 江老师 你刚才没听吗 他说除了强制推举外 还能自愿报名 哦 这样啊 江老师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要不要一起合作登台表演呀 江老师 你到时候打算表演什么才艺 说不定我能和你配合一下 一起登台演出呢 江峰夹在中间 相当尴尬 咳了两声也试一下 还没想好呢 这不是还有一天多的时间 不着急 那什么 我班上还有个学生 今天要加仿一下 我先走了哈 卧槽 江老师这都能把持得住 到底是什么神仙压枪手法 教教我 离谱 这办公室里跟妃子争宠似的 都快能拍公斗片了 依我看 明显陈老师更好一点 身材上劣胜一丑 更俏皮可爱一些 这你就不懂了 明显是关老师更好 更成熟更有气质 实话实说 这种什么才艺表演 江峰根本一点都不慌 开玩笑 堂堂穿月纸 会怕这玩意儿 更何况 他还是唱 跳 乐 篮球样样精通的全彩 表演个节目 对他来说那不是信手年来 到时候随便上台唱首歌 就糊弄过去 想到这里 江峰感觉轻松了不少 上号上号 昨天那几个技术不错 有空的赶紧上号啊 今天冲击钻石四 江老师 今天你打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抢射手 每次看你一个射手 还没我辅助输出高 我都感觉头疼 就是就是 江老师你辅助吧 你辅助我们 保证带他 记得进去 先把打野抢了 上次打的一把 江老师打野 都四分钟了 还在野区 采灵之妹走出来 坑得一批 看到学生们发的话 江峰当场就绷不住了 读书人的事 能叫坑吗 经过将近 两个多小时的 熬战之后 江峰心满意足地 退出了游戏 打了六把 只因被偷家 而输了一把 上了整整四星 相当快乐 而群里 那几个学生 此事已经苦不堪言了 牛逼我姜哥 六把游戏的战绩 加起来 居然高达4-39 太残忍了 我感觉江老师挂机 咱们赢得都能快一点 江老师 你就算把段位混上去了 自己单排到时候 也是坑人 没事 我只坑你们 不打单排就行了 江老师姜老师 你明天打算 表演什么节目啊 不是 你们怎么知道的 学校宣传过了 今天下午 我们班主任说的 江老师快说说 你打算表演什么 好家伙 相逢直呼好家伙 自己教的这群学生们 都这么在意的吗 那自己也得认真一下 秘密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咱们这两个班里 谁现在有吉他 借我用一下 明天表演才艺 要用 他实在不想 专门为了这个事 再去花钱买个吉他 能白调的 当然还是要白调 当然 主要还是来 老师我有 地下在呢 我现在给你送去 真的假的 你小子别忽悠我 你不是打篮球的吗 真的 出完那会儿 买来装逼 准备追女生的 可惜不会打 再搬弄两下 就给人家女生吓跑 就一直放在家里 再没用过了 江老师 你来了 江老师 你上午怎么不回我消息啊 上午我也给你 发了那么多条 连一句话都没等来 当时有点事 没来得及看手机 抱歉啊 什么事啊 上午 上午他一觉 睡到九点多钟 打开手机 就看到有学生 正在偷偷上心 这能忍 他当场就强行加入 一直打到了中午十二点钟 总不可能跟他们说 自己打游戏忘了回消息的 上午啊 上午专心忙着练习了 没看手机 实在抱歉啊 下周请你们吃饭 听到下周请吃饭 陈梅和关芝两人的眼睛 当场就亮了 可以啊可以啊 下周我随时有空 实在不行 跟其他老师调一下课 我也是 下周我只有周二有节晚自习 其他时候晚上都空闲 快快 那边快开始了 你们也快过去吧 江老师 你不和我一起去吗 江老师一起去吧 咱们坐前排 可以凑近点看 我托高阳老师 帮咱们站了两个位置 不聊不聊 你们先去吧 我还有点事要办 江老师你去哪 我也去 我去厕所 你们也要跟来吗 这不太好吧 江老师牛逼 我被楷模 学到了 谢谢江老师 下次校花学姐 约我出去玩 我就找借口说 我要去上厕所 也别撩皇帝来了 直接撩解释的过来吧 咋是楼上这个雕毛 云海市第一中学举办的教师 才一大比拼正式开始 江老师去卫生间 怎么出来的这么慢啊 有个高中同学 最近便秘 我昨晚跟他去来华市 通通肠子 没想到吃太多 跟着遭殃了 江老师 今天应该是周末吧 你们不在家 好好过节 这么兴师动众的 来学校干嘛 作业写完没 江哥这就见外了 作业那肯定是 肯定是没写完 还有周日一天呢 根本不急 这不是看着江哥 要表演节目 所以我们就来现场看看 给你打打气不是吗 去去去 什么江哥 别套近我 等会看完 记得回去把作业 写了听到没 听到了听到了 称遵旨 别贫了 写完作业 记得带我上兴啊 雷迪森俺的杰特们 都睁大眼睛 好好看 好好瞧 你们的江老师又上了 江老师 你这英语是散装的吗 江老师 你这英语 好像我奶说梦话 别瞎说 咱老江的英语好得很 来是康牧去试购 点头噎死摇头闹 怎么样 大妈大妈 大妈你在吗 没礼貌 都说多少次了 人家郑青春 找本系统有什么事啊 我要消耗人气值500点 兑换技能 吉他精通 消耗人气值1000点 兑换技能 大师及唱功 兑换成功 小六子 请开始你的表演 蒋老师 唱得太好了 还得是我姜哥 蒋老师刚才帅诈了 姜老师 刚刚唱得真好听 我录下来了 姜老师今天有空吗 要不要一起去逛逛街 真不巧啊 关老师 我今晚和学生们约了 要带他们补课 你说是吧 马小豪 补课 别开玩笑了 姜老师可是下课 就第一个窜走的人 会好心给他们补课 事实明明是菜的 抠脚的江峰 压榨学生 当他上心的劳动力 只不过 这要是回答错了 那以后的日子 恐怕会是相当难办的 是啊是啊 姜老师今晚要给我们四个学生单独补课 不由地回想起 姜峰和他们打游戏时认真的样子 还有各种奇葩死法 震随他们的三观 而且老认真了 一补就是两个小时起步 每次补完课 我们都感觉 长了特别多见识 汗流加倍 嗯 就是他们说的这样 最近补课效果非常显著 原本以为姜峰只是开开玩笑 说给学生补课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沉眉观止顿时羞愧了 那姜老师 您继续给学生补课吧 打扰了姜老师 没想到您居然这么认真 直播间 观众听完这一段对话 当场笑到裂开 好像说的还挺对的 看完姜老师打游戏的死法 确实长见识 百四个学生单独补课 也没毛病 骨牌嘛 确实认真 看姜老师被偷袭蹲草的时候 能被吓到身子一抖 全神灌注了属于事 确实补课效果显著 姜老师都从国金冲上算石了 虽然好像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但对话好像完全符合逻辑 这学生也被姜老师带成了人才 能把大游戏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也是没谁了 与此同时 学校的操场上却乱了套 这场活动本来就是为了给姜峰做宣传 打算进一步加大对姜峰的宣传力 争取保证让他拿下 寻找全国最美元丁的头奖 给学校增光天才 所以其实早就打算内定姜峰 为这次才艺比拼的冠军了 准备宣发姜峰在本次才艺大比拼的胜处 可现在姜峰人却不见了 姜老师人呢 姜老师他回去给学生补课了 看来姜老师非常心情 始终把学生们放在第一位 就连假期期间 也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时间 为学生们补课 这种无私奉献的情怀 值得我们每一位老师学习 希望大家 姜峰刚到家 正准备打开泡泡群摇人了 官职就给他发来了消息 说校长和主任找不到他 急得团团转 姜峰听完都乐了 还好自己跑得快 不然又得听秃头念经了 管他压的 谁也拦不住我上心的脚步 上号上号 我突然发现 李白辅助挺厉害的 我李白贼六 带你们飞一把 别闹姜老师 你玩混子摇把包赢的 就是啊 姜老师你玩辅助吧 泉水挂机都行 我偏波 我就要玩 国府李白申请出战 周末的时间过得相当快 还没好好缓一下呢 就又到了最煎熬的周一 姜峰的课是上午的十点钟 于是 他愣是卡在了九点五十左右 才慢悠悠地打开直播 拎着楼下买来的早餐 边走边吃 大摇大摆地 走进了学校大门 整整一天半没看到 姜峰的直播间观众 在刚一收到开播提醒之后 就迅速冲进了 姜峰的直播间内 老姜啊 你终于开播了 我等的花都谢了 别的老师可是连假期 都在直播 批改学生们的作业啊 笑死 我差点以为姜老师今天不播了 结果他愣是拖到了 马上上课才开播 姜老师是懂精准卡点的 当年上学的时候 估计也是每天踩着点进班的学生 像姜老师这么摆的老师 现在已经不多了 姜老师 我早上就提前帮你检查了一遍 三本语文作业全部完成 看着讲台上 马放得整整齐齐的 一大落作业本 姜峰都震惊了 到底是唱歌威力大 还是肯德基威力大 随便从里面抽查了十来本 甚至全都写得好好的 简直邪门 早知道这么简单 以后干脆隔三差五 用肯德基贿赂一下 自己连检查作业的事都省了 反正我也不差这点钱 今天的课没什么好讲的 语相吗 没什么考的 我连夜做了这个赏息 放出来给大家看看 随便讲几句吧 姜峰操控着讲台上的鼠标 打开了自己昨晚下载的课件 怎么还是个视频格式 不是PPT课件吗 下一秒 一阵奇特的声音传来 澳洲奇XX大恩 XX X秒到正 哼哼哼哼 不哈哈 姜老师不会是昨天 偷偷看小电影方错了吧 笑死 姜老师射崩塌 表面上光鲜亮丽 背地里却看一些 不为人知的小电影 真的蹦不住 这熟悉的广告声 简直绝蒙了 牛逼 上课带学生看小电影第一人 这下节目效果炸裂了 还没等江峰 准备关掉视频呢 下一秒 熊出墨的主题曲 声音播放了出来 而大荧幕播放的画面 也成了熊出墨的画面 姨妈 谁他妈这么缺德 在正经教学课件的分区里 投了个熊出墨的下载链接啊 下载量还踏码这么高 姜老师 姜老师 就看这个吧 就看一集 看完这一集 姜老师我给你当牛坐马都行 感谢姜老师察觉到 我们太辛苦送来的熊出墨 别闹啊 课件没了 那咱们就清讲 这点姜老师也是很拿手的 最后剩下来十几分钟后 留给你们看视频 姜峰 按照自己的教师版教材 以及自己的理解给学生们 讲了一顿 半节课很快就随之过去了 第一手语项 很快就过完了 发现时间还早 姜峰顺势就讲了下一手 再别康乔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坐别西天的云彩 同学们 我跟你们讲啊 别看作者这家伙 长得帅 有才华 但是这人无论在当时 还是在现在 可是个妥妥的渣男 都结婚了 还追求其他漂亮姑娘 最后又娶了好朋友的妻子 你看看 这不渣谁渣 咱们班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 都记得擦亮眼睛 可不要被这样长得帅的渣男 给骗了啊 那姜老师 你长这么帅 是渣男吗 就是啊 姜老师 我怎么感觉 你刚刚说的好像 是你自己啊 长得帅 有才华 你不会也是渣男吧 一看就是 姜老师之前还偏心四般 妥妥的渣男 不是 我好好给你们讲个课 怎么突然就变成渣男了呢 天理何在啊 渣男 这么跟你们讲吧 别的 我不敢多说 但是你找遍整个太阳系 都不一定找得到 比我更深情的 一 干什么干什么 造反呐 想当年 我怎么说 也是整个初中里 最深情的美男子好吧 姜老师 我不信 除非你给我们讲讲 姜老师 讲讲吧 姜老师 别买官子了 快讲吧 你们真想听 不看熊出没了 先说好 这俩只能二选一啊 所有人一致决定 要听江峰 讲他初中时候的故事 连熊出没都不看了 那我准备说了哈 在我初中的时候 算了 下集再说 老六 微博间里的观众们 也都被江峰刚刚的话所吸 前排前排 瓜子可乐爆米花 都准备好了 波曹 姜老师不为人之地往事 想想都刺激好吧 题目我都讲好了 身为大帅笔的我迷妹成群 非常烦恼 我感觉还不如 老江的爱情故事好呢 别吵吵别吵吵 你们弹幕太多 已经吵到我的眼睛了 江峰再次亲了亲嗓子 一本正经的开口了 那是当年的某天下午 放学回家的我在路上恰好看见了和我顺度的她 那天夕阳西下 微风正好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样漂亮的姑娘的时候 我就知道原来还有人能比夕阳的余晖更美 江峰说的相当深情 表情和神色都完全投入 宛如诉说着一个深深埋在心底的故事 讲台下 学生们全都深深地沉浸在了江峰所描绘的故事中去 青春期时候 青色的男女在校园发生了这样一段故事 也太好课了 江老师继续啊 后来怎么样了 后面呢 在一起了吗 怎么样了 她叫什么名字啊 后来 我慢慢地也知道了她的家在哪 于是 我们每天早上上学都是一起 就连中午吃饭 也行影向随 后来的某天 我突然发现 学校里有个富二代 也在悄悄追求她 私下里送她各种昂贵的礼物 那时候 我还是个努力学习拼搏奋斗的穷小子 深知我和富二代之间悬殊的察觉 江老师不准跑 还没讲完呢 老六别跑 江老师不许跑 今天就算是脱糖 脱到夏节上体育课也要讲完 老六说话说一半 以后没老板 你们到底要干啥 我最讨厌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话说 一半不说完呢 你嘛 说话说一半是吧 来人啊 给朕把楼上这个昆毛 拖出去重打250大板 下课了比谁跑得都快 现在都沦落到 需要学生们专门拦着她了 江老师真是硬生生 把学生们也逼成了老六啊 江老师 就算把夏节体育课站了 也要讲完 江老师 体育老师今天生病了 夏节课你来讲吧 把刚才那段讲完 不可能 我等一下还赶着打游戏呢 别说体育老师生病了 就是你们体育老师 躺在ICU 我都把他扛回来 给你们上体育课 几个女生一个个目光无比期待 马上就要用撒娇大法了 好好好 我讲 刚才讲到哪了 江老师 您刚才讲到 深知和富二代之间 悬殊的差距了 后来的一天下午 我和富二代 一起去他家里找他出去玩 那天富二代开着保时节 而我则是走路去的 没想到 他当时并没有在意什么 而是微微笑着对我说 有钱虽然很好 但是并不能代表一切 只要经过努力 讲到这里 江峰的话突然就断掉了 江老师 后面呢 后面怎么样了 江哥你也太短小了吧 后面富二代的 车载着他开远了 我没听清 上这老六的当了 这结尾简直离谱 但是好他妈真实 十年轻没竹马 比不上富哥的七夕宝马 我他妈仍然听了这么久 结果换来了这么CCDJ 纯爱战士应声倒地 老江你真狗啊 夜听月香是瞎编的 这节目太魔化了 咱们不会是上了 江老师的当了吧 趁着学生猛圈之际 江峰拔腿就开溜 我是一名老师 老六 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 哈哈 这老师也太老六了 十八岁的小郭郭 四圈一 上号长两把 来了来了 提米 起动 江老师 你怎么也不至于打到二纲就的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你小子是会说话的 高阳老师家里连事优点是来不了 六班下节语文科麻烦你去待一节呗 看吧 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 徐飞 你过来一下 江哥 啥事啊 你下节体育课是吧 我得去六班上课 游戏开了 你在办公室里把我打一把 气得别坑了 说完 江峰头也不回的 往六班走了 徐飞在原地直接傻眼 嘿嘿 居然还有这种好事 想必你们已经听说了 你们高老师有点是来不了 这节语文我给你们上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江峰江老师 我在抖音上刷到过 不用介绍 我们都看过江老师讲的课 江老师你终于来了 好家伙 江峰着实震惊了一把 没想到连自我介绍都什么 行了 那正好 咱们直接开始上课吧 你们高老师给你们讲到哪了 第二课 面对一个新老师 整个班的学生们 一个比一个有活力 恨不得在江峰面前 使劲表现自己 江峰添油加醋地 把自己上午在三班讲的东西 重新再过一遍 就这样 一节课很快就在欢声笑语中过去了 好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吧 还有一题 我们留到下节课再讲 江老师别啊 您把这道题讲完再下课吧 况且接下来已经没课了 占用一点吃饭时间也没关系的 此话一出 瞬间 整个班上都安静了下来 落真可闻 一大群人都带着诧异 纳闷 猛逼 埋怨的目光盯着这名女生 瞧瞧了 大姐你自己装逼 不要带上我们了 食堂去晚了 抢饭都抢不过 那队伍拍的 能从天安门 能从天安门排到林宵宝殿 对 音乐 他们都会查误会 在这边 中文心中的 观众